日产天籁 金秋礼会火热进行中 粗粮吃起来毕竟口感不如一些经理经验 所以口感不是那么好 但是现在也推出了很多关于粗粮细致的方法 还有很多粗粮的新吃法 咱们播放一起来长长见识 以前粗粮在人们心中都是情人吃的 拿棒子面来说 大多用来蒸窝头 如今却不同了 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两招玉米的新做法 第一道就是这丰收玉米海鲜宝 做法简单 用料却很夺杂 您看有海参鱼肚磨鱼丝 把它们和玉米放在一起 以前人们肯定觉得是浪费 然而现在成了健康吃法 将海参鱼肚过油后去腥味 再将玉米过水焯熟 调高汤浇在上面 这道菜就做好了 看上去一副金秋丰收的样子 而且它是很适合在秋天使用 海参鱼肚虾肉 它这三种原料富含蛋白质 再加上玉米 南瓜 麻麻菜 这是高纤维素的原料 加在一起营养比较丰富 这种包汤类的菜肴 适合秋季服用 接下来咱再去品尝一种玉米饮料 首先您要从市场上买这种水果玉米粒 把它们用水煮开到九成熟 将玉米粒和汤一起放进榨汁机里搅碎 用滤网滤出来里面的汁液 扔出来清炭炭的就是玉米汁了 这款饮品既保留了玉米的味道和营养 又省去了吃玉米塞牙的烦恼 所以特别适合老年人 其实有时候做粗粮并不麻烦 家住白云路的张先生 他平时特别喜欢自己做的荞麦面条 而且他的荞麦面还有特殊的比例 六份荞麦面四份白面 荞麦粉本身比较粗糙 鲜维素成分比较高 这样两个掺和一下 就能够适当地把它中和一下 增加一下面的韧度 所以口感 再一个也易于消化 张先生逛早市的时候 还买了一台亚面机 用它做面条可是试办不费 搓好的荞麦面团从亚面机里滚去煮 就变得非常舒服 而且压出的面条也可以是粗细不同 张先生吃荞麦 浇头也很讲究 荞麦姓寒 一般来讲是 作用羊肉汁来浇质 因为羊肉大家知道 它是比较发热的 您看这几道荞麦面 在非常自制的羊肉村 张先生的吃的足强 看来除了窝头贴饼子 生活中粗粮的吃法还有很多种 自己试着做一做 粗粮吃起来